2018年10月20日,为期接近一个月的女排世锦赛落下了帷幕,欧洲敬礼塞尔维亚以三品而战胜欧洲另一传统豪强意大利,首都排球世锦赛冠军,称宝世界排台,众人皆知。 塞尔维亚女排从2015年起连续拿到了世界杯亚军和奥运会亚军,而这两次的冠军都是中国女排,显认中国女排对战竹亭凭借稳定、高效、强硬的发挥,前两次都顺利拿到了最佳球员奖项,此次世锦赛前唯独缺少一个世锦赛最佳球员奖项,就能实现国家队和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。 塞尔维亚天才美少女强力接引博斯科维奇、利亚群雄荣英本届世锦赛最佳球员,职业生涯受夺该奖项,随着博斯科维奇拿到世锦赛最佳球员奖项,打破了朱婷国家队和个人荣誉到满贯的梦想。 朱婷只能等到四年后的世锦赛奋力一搏了,值得一提的是,在国家队方面,前两次世界大赛朱婷, 多利亚博斯科维奇荣英最佳球员,在俱乐部方面,朱婷所效力的俱乐部,也是屡屡击败博斯科维奇效力的俱乐部。 拿到最后的冠军,随着博斯科维奇难得击败一次朱婷,拿到冠军。 朱婷为了胜负失地,今后朱婷匹配博斯科维奇的女子排弹势必更加精彩,您觉得呢? 最新的施档